哈囉 大家好 我是音樂 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跑跑跑跑薑餅人肉 那我們就因為基本上是跑完我們古樹遺跡的那個 關卡嘛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就繼續來打一下我們的故事賽啦 因為大家跟我講說 故事賽的商店這邊的話 這可以直接換到我們就是那個 風車小草啦 所以風車小草的話 我們應該可以從這邊直接做一波兌換 然後直接把他帶回家 然後再把他好不好 就可以去打開我們就是那個 封建手餅乾的那個 那個什麼 封建手餅乾的那個欸 欸 封建手餅乾的就是那個就是 餅乾挑戰你了喔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喔 好 那我們今晚就來看一下 我們接下來的這個故事劇情喔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只剩下這個 屢屢哀愁的黃金河岸跟這個詛咒的王座 那詛咒王座的地圖喔 我們昨天基本上那個古樹遺跡後面好像有遇到啦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到底會有什麼 欸 會有什麼一些不一樣的一個故事喔 那看一下我們這個黃金河岸 然後 這邊的話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們就直接進去了 而且我們昨天基本上為了要跑我們就是那個 遺跡賽啊 我們直接把這個 動物餅乾的這個魔法糖用到超高喔 所以應該是ok的喔 哇 他這個是那個欸 直接一個那個 弓箭的那個符號欸 好帥喔 還蠻想看一下到底封建射手到底 為什麼會變黑化這樣子喔 我們今天就可以見真章了 來看一下故事劇情沒有問題 嘿 來 跳起來跳起來 吃一下吃一下喔 那今天因為基本上哲平就是很晚才起床啊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過年的時候有沒有就是到處跟就是家人們通宵這樣子 我就去 從去年開始啊 我們家 大家就是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基本上就很還蠻常通宵了 欸這個東西是好的還是不好的啊 我一直都蠻想問的你知道嗎 那個藍色的幣應該是不好的東西吧 他好像就把我們那個 果凍堂變就是很爛的果凍堂對不對 他這要怎麼跳啊 我都覺得這個關卡越來越迷了你知道嗎 完全不知道他的那個路線了喔 好 吃起來 通起來 好 然後飛飛飛飛 我現在吃到一個爛的東西欸 那個應該是會讓我們就是減分的吧 那個應該是齁 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去年開始啊 就是全家人都會一直通宵啊 然後喔 超累的 昨天基本上今天早上7點才睡 然後現在是下午4點多才起床 然後一起床就馬上錄影片這樣子 整個是看到一個爆炸喔 不過也是我近期 睡過最爽的一次啊 就一直睡一直睡 我想說算了 原本想說下午可能還開個忍忍 結果後來想說算了 晚上再開 晚上10點再開這樣子 好累喔 那大家過年都做什麼事情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哲平知道好不好 我盡可能就是 不管怎樣啦 有什麼節日或是我自己很忙的時候啊 什麼樣之類的 我都還是會盡可能就是拍影片陪伴大家啊 我覺得就是可以養成就是 每天都出影片陪伴大家的這種習慣 這應該就是被詛咒的王座吧 對對對 這邊有很多這種就是 那個破壞死光的東西啊 或是一些那個 死柳的東西啊 或是暗K女巫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聽說最近那個 好像有小道消息說那個 四月多可能會出那個傳奇餅單啊 在我們就是那個 就是薑餅人王國裡面 所以大家那個鑽石可以好好的存一下 我是聽團團講的啊 如果私訊錯誤的話可以去找團團 哈哈 我不知道 可以去找團團啊 這邊的話鬆掉 然後撕 撞起來 欸 好險喔 這個王座真的是整個都被汙染欸 好扯喔 我們這樣有成功嗎 有有有 但是古樹種子又沒吃到了 雖然我覺得我們現在的話 基本上就是 先不管那個古樹種子喔 連這麼重要的地方也有石柳 難道真的是樹木的所作所為嗎 不過你為什麼是這樣 在這裡拿到手臂鎧甲 而不是在村莊裡拿到的呢 吉他棒族有一項傳統 頭頂淋上巧克力醬以後 就能成為真正的戰士 這裡是儀式進行的地點 代表要把戰士獻給樹木 儀式要做什麼啊 你跪在王座前面嗎 對 手臂鎧甲獲得力量的那一瞬間 我確實感受到樹木就在這個地方 當時我感受樹木的力量流竄 全身總之在這附近找找看 也許能發現什麼線索也不一定喔 哇 感覺這個聲音 其實這個遊戲的背景音樂 這個我其實不是說很喜歡 欸 這裡怎麼有劍啊 是封建手餅乾 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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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另外一個是那個 另外一個是假的是嗎 假人是嗎 看一下喔 喂 真的是那個耶 黑暗的力量好像主宰卷 被封建手餅乾的劍射到地方全都變黑啦 司令好像裡面還變多了 我們看看該怎麼辦 我的手臂鎧甲能擊退黑暗 不過 假如一切都是樹木的所作水圍 用這手臂鎧甲來對抗根本毫無意義啊 完了完了 啊 擠拿棒餅乾 我們來幫你 喔喔 奶油書衝擊 劍射片啦 我們果然是傳說中的動物啊 欸 竟又開始射過來了 樹木被借了我們 就算會變成餅乾碎片 我也不會使用他的力量 擠拿棒餅乾危險 就他還是用啦 他還不是用了樹木的力量 哈哈哈哈 手臂鎧甲在發光 劍兵鎧甲上的劍變成綠色 而且消失不見了 這一定是樹木的力量 是樹木發了我們嗎 可是這一切都是樹木所作的不是嗎 這已經破壞一切的風 現在是要跟他最終決戰是不是 啊 劍又射過來了 我們快跑吧 樹木請示給我力量 風險手餅乾的劍被擋住了 看來手臂鎧甲真的有效欸 你們都躲到我背後吧 樹木請示給我力量 讓這世界的生命如花朵般盛放 喔 比我記得好像有人跟我講說 最後一關就是要跟風劍手餅乾對打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這個對打會發生什麼事 應該蠻帥的喔 手臂看假光越來越強了 往這邊射過來一箭就不見了喔 不死日間連石油也消失了 原來樹木沒有拋棄我們嗎 太好了 盡他棒餅乾 只要有樹木的庇護 我天不達地不怕 風雅我來幫你恢復原狀 漂亮喔 來來來來 最後了 受詛咒的王座好不好 來 看一下 到底是什麼戰爭 應該蠻嗨的喔 來來來 可不可以換點熱血的音樂啊 這個音樂真的是 很毛骨悚然欸 來來來來來 跳跳跳 所以其實應該是那個 石油餅乾他們來搞事吧 感覺是這樣子喔 欸我一開始玩跑跑江別人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原來這遊戲還有反派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原來這遊戲還有反派是不是 來了來了 喔來了來了 就是這個是不是 哇帥帥帥帥帥帥 好帥好帥 這什麼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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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 哈哈哈哈哈哈哈 完了我在玩 我在玩忍忍是不是 我想要太大了 救命喔救命喔 不過這遊戲比較好的地方就是他有這個 喔呦 他有這個 就是糖果可以跟你就是 告訴你要什麼時候要跳還有什麼要蹲啊 但是你要看仔細一點點欸 欸這個 這個戰鬥模式也是很好玩 你知道嗎 跟那個 忍忍是完全不同風格的 就是你可以 看著就是我們的這個 看著我們這個就是那個 就是糖果的東西去做一波那個閃避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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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少吃了那個古樹硬幣了 好煩喔 哇來了 哈哈 好酷喔我的天啊 要蹲要蹲 欸完了還是被射到屁屁了 好難喔我真的覺得 喔喔喔喔 欸好帥喔我的天啊 封建射手餅乾也太帥了吧 欸我蠻喜歡這種風格的 他如果能夠就是 就有更多這種風格出現的話 我也是很喜歡 誇張誒 那個我要怎麼吃 完了 我打不過誒 我打不過誒 再試一試好了 誇張誒 那個我要怎麼吃 那個上面都是三角錐誒 阿不是一定要吃到那個才可以嗎 一直瘋狂被 打屁屁這樣子 來來來 跳跳 鬆跳 再鬆跳 跳 鬆跳 跳 跳 好 跳跳跳 然後這個吃這個 跳跳 來了來了來了 我有時候看到王的這種東西啊我都會太早跳了 盡可能應該不要這麼早跳會比較好 晚一點再跳 吃吃吃 鬆跳 單跳 蹲 好猛喔我的天啊 誒 吃到了 誒 吃到了 水 好緊張好緊張 單跳 雙跳 單跳 單跳 蹲 單跳 蹲 雙跳 雙跳 單跳 欸雙跳 我在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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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跳 誒 好險好險 吃吃吃 吃 雙跳 蹲 有有有有這次 這次感覺還不錯喔 這看來還不錯喔各位 有有有 可是另外一個那個要怎麼吃啊 另外一個上面有三角錐欸 喔這個這個這個 喔喔喔完了 那個要吃那個硬幣 然後讓三角錐變成硬幣我才可以用到 尷尬尷尬 算了算了 我們先拿分數先拿分數 先拿分數再說 那個那個古術硬幣就算了 呵呵 每次都在搞我 好不好 那沒關係 因為這個關卡好像是可以一直重複刷這個古術幣的 所以你基本上 你還是可以拿到就是 可以兌換很多東西的古術幣這樣 然後盡可能去把那個 風車小嫂跟風箭手餅乾都換起來這樣子喔 這關要拿到滿分好像有點難欸 哇 能力是不是有點不太夠啊 欸有有過了過了過了 睡睡睡午午 後面怎麼有這個 破壞死光 喔不過我們過了 我們可以看他最終的故事到底在幹嘛囉 你怎麼會變成這樣 風箭手餅乾 樹木騎士給我力量 伸展生命的根 擊退黑暗吧 又黑暗之功 驅逐生命 風箭手餅乾你沒事吧 又生命之功 驅逐黑暗 火箭手餅乾找回記憶了嗎 帥喔我的天啊 小心啊 沒什麼能比黑色的風還快 大家快躲起來 交給我吧 差點就出事了 你們躲在王座後面那邊交給我 你還怕餅乾你故具奮戰沒有問題嗎 只要有樹木的力量 我就是天下無敵 天王那毒會讓我變得更強 吉他棒餅乾你沒事吧 進的速度太快啦 越靠近王座 速度的力量就越強 只要再忍耐一下 本壺式的氣血已經開始侵蝕這裡了 吉他棒餅乾好像很吃力 黑暗的劍無限半年 風啊雖然我不知道你為什麼變成這樣 如果石油不是樹木造成的 那麼一切都當然也不是你的錯 再等一下我會將你體內的黑暗驅逐 黑暗無所不在 嗚 真是千鈞易法 終於抵達王座了 現在黑暗快離開這個神聖的地方吧 風箭竹餅乾離吉他棒餅乾好近喔 糟糕啦 我們快去幫忙 別想逃離眼前的黑暗 樹木騎士給我蘊涵千年榮耀的力量 砍越多力量是不是 來了來了 防光中發出了綠色的光 吉他棒餅乾的手臂開架也是 只要越變越少了 包圍風箭手餅乾的黑暗驅逐也漸漸消失了 贏了是不是 喔來了 他回來了 風箭竹餅乾你沒事吧 你們不是動物餅乾嗎 你終於記起來了 我們好想你喔 成功了這代表吉他棒一族可能也蘇醒了 風箭竹餅乾快跟我們來 喔我動不了了 風箭竹餅乾好像還沒辦法動 我來扶他你們走前面吧 好我們已經任在路了交給我們吧 啊 喔水喔全部被淨化掉了 幸好大家都平安無事地蘇醒啦 第一次看到吉他棒餅乾那麼開朗的笑容欸 我不受傷了誰我是誰搞的鬼啊 可是誰有在消失啦別管那麼多了 不是 追隨樹木的不足謝謝你們把我從黑暗中喚醒 我怎麼也沒想到能見到傳說中的餅乾 發生了那麼多風波 幸好你現在平安無事 動物餅乾我也要謝謝你們謝謝你們來找我 對了風箭竹餅乾你知道嗎 一天地的壁畫裡面有我們欸 怎麼可能 在風箭竹餅乾的畫面上有四隻動物的畫啊 還有風車小草 我們是超級別的動物所以才這麼厲害 喔 太好笑了吧結果不是他們啦 這個好像有人跟我們講過 沒想到我們竟然是餅乾 你們不是餅乾嗎 什麼都是鬼啦你們本來就是餅乾啊 沒辦法我們的餅子叫做動物餅乾而不是餅乾動物 因為我們身上有特別的力量其實跟傳說中的動物無關喔 哇原來那都是我們自己的力量欸 你們真的好厲害喔 笑死我了 動物餅乾謝謝多虧有你們才能真相大白 我們也很感謝你喔先前也讓風箭手餅乾恢復原狀 對了被風箭手餅乾破壞的一滴滴該怎麼辦呢 我們答應過讓一滴滴廢復原狀了 但風箭手餅乾現在還沒有什麼力氣 其他棒一組已經蘇醒了很快就能整理完的喔 畢竟我們就是陷造這巨大遺跡的不足啊 下次你們來玩的話我再帶你們到處逛逛 嗯我們會再來的喔 我目前還沒辦法恢復我繼續待在這裡吧 我們會好好捕捉你的你放心吧 只要我們三個合力沒有什麼辦不到的事情 走吧我們回去甜品天堂吧 好好笑喔 但是這三隻真的是讓他們賣猛的故事這樣 欸來了 沒想到會變成這樣 上市樹木封印自己之前把吉娜駐上翼竹也一起包圍起來了 我以為只要神聖的樹木不在黑暗就能完全征服這裡了 欸是是旗蓋餅乾 嘿嘿你又失手的時候啊 是種 不 我成功的對遺跡地下的詛咒還把風箭手餅乾引了過來 要不是動物餅乾跟著風車小草跑來 只要有乾草果凍軍團 骷髏軍團去動物餅乾根本不成威脅 那你呢 你有哪一次讓他滿意 你別吵 我就只差那麼一點點了 總之我得向他報告 再過不久 要執行下次的計畫了 很快的黑暗世代就要來臨了 欸我真的覺得這個跟那個江源王國好像 有連貫的感覺喔 還算是不錯喔 好那我們今天的東西是把我們的故事賽 這邊的所有劇情關卡都讓大家看完一遍喔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再來買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風箭手餅乾跟風車小草 買起來之後我們再去跑一下我們就是那個 風箭手餅乾的這個 餅乾挑戰營給大家看一下到底是 有什麼有趣的地方了好不好 那大家覺得我們這次的故事賽這樣好不好玩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一些看法 我是覺得還滿不錯 滿新鮮的 至少我是說這款遊戲對我來說 每一個東西都是滿新鮮的啦 因為我都沒有玩過 我覺得真的還滿好玩的喔 那期待下一次的故事喔 我覺得那個打Boss戰真的是還滿 滿爽的感覺喔 好啦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的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掰掰